字幕提供 不是 因為昨天晚上 那個 我被人家弄 對不起 你講你的弄是兄弟的那種弄 就是要處理你的那種弄 還是那種小菊花被弄 到底是什麼弄 他們 就是他們昨天在脫褲子 誰 就 也不認識幾個 昨天去那個 不是 你在哪裡喝嗎 我先問你 你是在哪裡喝嗎 在誰的店 康哥 不是啦 在外面的店 在臨城北路那邊 那你現在是怎麼樣呢 是我們去找對方呢 還是對方來找你 還是現在對方睡在你旁邊 不是 他 不是 他們是說 想要一點錢啦 難得弄你 然後弄完你 還要 應該是 應該是康哥給你錢 你現在還拿錢給他們 你瘋了嗎 你好歹是明星耶 不是 他拍你的照片 因為他沒有拍我的照片 等一下等一下 現在能在你家是不是 他們現在要過來 因為他們昨天 要我回來嘛 然後現在就過來啦 好 那就現在出去處理了 不然怎麼辦 你打個電話給康哥 讓他也知道這件事啊 喔 那 對啊 我們現在就過去啊 看他是怎樣 你怎麼會那麼 你怎麼會那麼 那麼莽撞啊 他就喝多了啊 奇怪 剛剛高山峰打給我 我說什麼 他也被人家弄 你們是什麼啦 他怎麼可能 他不是現在都在家裡 沒有沒有沒有 他剛剛說什麼警察 警察要去那個什麼 被人家告信騷擾什麼的 我要去處理啊 是喔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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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 是要先去找茫城 還是先過來我這邊 對喔 我還在跟會計師談事情 我想說 等一下 你是不是在你家 那沒關係 我打給康哥 我叫康哥先處理你家裡那邊 我們同時進行 因為我看到你我比較安心啊 不是吧 你幾歲了 你還在那邊做這種事情 丟不丟臉啊你啊 那現在跟我講這個 真的是很瞎欸 你等一下我先處理高山峰 他那邊比較急 再來弄你的 那不然怎麼辦啊 我先跟康哥聯絡聯絡啊 好啊 還是那我 我先 我去找你啊 那個什麼我陪你一起去 Mountain那邊 你來找我 那人家跪去找你怎麼辦 你 你人不在欸 管他的反正看到你就開心了 我在鳴山東路三段 鳴山東路三段這邊 OKOK好那我先過去找你 好 我到那邊打給你 好拜拜 拜拜 喂喂 喂 搞到自己小句話是不是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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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百三 五月一號 重點是好 重點是好 重點是好淡定喔 我覺得很扯 你們想要放什麼理由啊 不是重點是趙哥相信這件事情 對啊 趙哥這下成立耶 我覺得 趙哥相信高山峰會對別人下手 然後相信馬國賢會被下手 對 你們趕快打個電話給趙哥 說假的啦 真的 不用傳結訊給他啊 不要不要你現在 高山峰你打電話道歉 你一定會被罵三子 對 你打電話道歉我們也要聽 不是 打電話馬上道歉 說馬國賢也是假的 你就說 趙哥現在不用來了 喂 喂趙哥 怎麼樣 我跟你講你 你如果再趕過來路上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先不用過來 沒有我還在會計室這邊嘛 我快講完啊 等一下會死嗎 沒有啦 剛剛是那個那個那個 羅姐已經過來了 羅姐已經過來了啦 羅姐 對 我們的演藝圈 這個 被分最大那個羅姐 對對 還是哪個羅姐 被分最大那個嗎 對對對 羅姐幹嘛去那邊 沒有 羅姐帶了五百萬過來 真的假的啊 對對對 我不是說你五十萬太少 所以不是 所以同時你不是只有找我 你也要找別人就對了 沒有 我就找了你跟羅姐 因為羅姐是 當然找羅姐OK啊 因為羅姐是女生嘛 她可能比較能處理這種事情 我怕你 就是 待會真的拿錢灑人家身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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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姐也是清楚啊 羅姐OK的 那 那可以吧 可以啊 那我審視啊 我 真的叫我拿五十萬 我還沒有 我剛剛也是說說巧妙啊 沒事 高三豐來簽名 簽名就解決了 沒有啦 趙哥 跟你開玩笑的啦 趙哥 親愛的我是羅姐 羅姐 羅姐你好 小趙 小趙 親愛的 你叫小趙來是呀 你挺夠義氣的嘛 對對對 你每天就處理這些 阿里不搭的事情喔 也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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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以後這些阿里不搭的事情 我就傳位給你好不好 不要這樣講 趙哥你輪不到晚進去 對 但是也輪不到我們服務啊 羅姐你的事輪不到 我們來服務啊對不對 趙哥 還有跟你講 馬國賢是騙你的 沒有啦趙哥 他們要我找一個最強義氣的朋友 所以呢 我跟國賢哥都提到你 然後他們就要我Call out給你 不好意思 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太感動了 其實我是正面義氣的人 哈哈 趙哥你好會劍鋒傳托 所以剛才這都是假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那謝謝趙哥 謝謝趙哥 怕耽誤你時間啦 欸我問你啦 趙哥真的跟你是好朋友嗎 OK的啊 OK的啊 謝謝謝謝 趙哥謝謝囉 OK 謝謝趙哥 小的就不送了 拜拜 謝謝謝謝 謝謝趙哥 還不錯啦 我覺得 真的 不是你這樣在電視 可是你這樣在電視 人雖然很好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還是跟會計師把話講完 比較重要 對啊 你在警察局多待一會兒 然後你被人家怎樣 有什麼關係 不是 他一要用錢的話 會計師一定會問說 你這個錢怎麼 對啊 他在這個法官的立場 沒有但是錢出去一段時間 會計師才會發現說 怎麼錢不見了 其實下次要記得 遇到這種事情 請他開發票 遇到哪種事情 趁著你的話術 我都快要迷失自己 我還真的性侵人家 不要這樣 戴羅姐 他們 像趙哥這種 看起來是兩肋叉刀 誰 不管熟不熟 只要 要求他 他就把你當成他的這個 小的 自己的人在照顧 這是什麼樣性格 其實我覺得跟羅姐 有一點一樣的性格 大概就是黑白兩道通吃 對 這種人通常是 社交能力活動都非常強 對 而且 其實是非常活躍的 那他們心裡有什麼欠缺 需要這樣這麼的熱情 他們心裡就是欠缺自己人 所以就是 要變成朋友的話 就是要 只要讓他認定是自己人 他就憑你到底 這個很瞎的戲說 我們現在要換美女喔 對 你們現在更瞎的戲 等一下 你有朋友嗎 我 他很多 很多 其實都不好而已 就是很多 亂講 平時還會傾訴新式的 影劇圈有誰 對啊 像小晴 然後帥君 還有什麼 蝴蝶姐姐他們 還有黑人 這裡面比較我覺得奇特的是 曲哥 對 曲哥 曲哥是 曲哥通常會跟 你竟然有跟他老婆好 竟然跟曲哥 Vicky姐也很好 Vicky姐秀琴我們也都很好 對 Vicky姐 Vicky跟我們也是朋友 可是我一直覺得說 曲哥其實是會跟Vicky姐的朋友 保持一點距離 他們覺得你們是三姑六婆朋友 應該是說 沒有沒有 因為我是先認識曲哥 然後才認識Vicky姐的 你跟曲哥最大的交集是什麼 我們一起拍戲 然後他演我哥哥 所以他演起哥哥啊 你真老啊 他演我大哥 大哥 曲哥他也是 曲哥連曲姐也覺得 就是他演大哥 後來有聯絡嗎 一直都有聯絡 吃飯也會 吃飯也會 而且因為那時候 我們一起拍戲的時候 大概是五六年前 然後那時候他只有 他那時候只有大女兒嘛 然後因為在棚內一拍戲 然後就比較 沒有時間跟小朋友相處 他就會每天 然後拿他大女兒的照片 然後就誒 你看了這我女兒這樣 對 他就是那種 後來生三個之後 就不會了 如果你現在有事 請曲哥來救你 他會願意出現嗎 我覺得會耶 我知道 他有人在廣州喔 他有人在廣州 他有人在廣州 你打看看啊 你也熟是不是 他現在在廣州 他在廣州怎麼會接電話 可能舞台去巡演 會啦 因為那個金鐘前一天 他還有傳簡訊給我 他祝福我 對啊 所以應該會接 好你就問他該怎麼辦 好不好 喂 螞蟻義氣相亭 丁曉晴請到日本天后 當品牌代言人 螞蟻 嗨 可愛 我想有一個小小請求啊 你也知道我很喜歡 哇哦 你有機會碰到他嗎 明年可能會 妳要幹嘛 因為我有個品牌 我想要就是找那個 就是代言啊 如果妳的話就 可以幫忙啊 因為